美国的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 也就是俗称的这个肥咖条款 明天就要开始实施了 那将来我国民众到银行开户 必须要填写声明书 自清说自己是不是美国人 那如果是美籍人士 但是却拒绝金融单位 向美国申报账户的话呢 很可能就会无法开户 银行局表示 根据侨委会资料的网站揭露说 有台美双国籍或绿卡的侨民 约有93万人 但这93万人是否在台湾 都有账户呢 则是没有调查 另外目前已经有两类的机构 已经是早就不接受 美国籍的新客户了 一个是外资银行 另外一个是五家的地区金融机构 以及24家信用合作社 还有大约300家的农会跟余会